袋子中有50元的硬币有4枚 10元的有6枚 今天呢从袋子里面随机取两枚 每一枚硬币被取出的几率会 机会是相等的 请问所得金额的期望值 好一样期望值就是几率乘上钱钱 那我们就是要来看几率跟钱钱咯 那我们可以怎么取 好我们可以取出两个50 或者一个50跟一个10 或者呢两个10 可以吗 好那我的钱钱呢 160跟20 那我的几率呢 50要取出两个 我的几率是什么 分母呢就是从10个硬币里面随便取两个 那分子的话呢当然就是要从50元的那4个里面取两个出来 好那后面这边也都一样 好那后面这边也都一样分母都是一样的 就是从10个里面随机取两个 好那这边的分子 4个50的取一个 6个10块的取一个 然后这里就是6个10块的取两个 好那一样啦 钱钱 存上几率 好 这个分母应该都一样嘛 分母就是10乘以9除以2 所以分母都是45 好那这里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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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 5 5 3 10除以2 所以15 好所以我们的期望值就等于什么 100的乘上45分之6 然后呢加上60的乘上45分之24 加上20元的乘上45分之15 好分母是45分子呢600然后这里300这样是不是900了 然后中间60 然后中间60乘上24 然后中间60乘上24 2340 然后中间10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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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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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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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9 10 11 12 那有没有不讨人厌的方法 当然有啊 好 我用红色的来写 我们刚刚的是把所有的情形算出来 那有另外一种方法呢 是这样写的 我从袋子里面 这十颗硬币 我随便取一枚 我的期望值是多少 我是不是有十分之四 可以得到五十元 然后有十分之六 可以得到十元 所以我取一枚硬币 我可以得到多少钱 的期望值 二十六元 有没有 一枚 就是二十六元 所以我今天题目讲我要取两枚 那就是一枚加一枚 好 或你是用乘以二的也可以 你要用加的也可以 所以就是二十六乘以二 所以就是五十二元 一枚加一枚 其实 我继续 我继续 一枚 可以得到七月 这一枚 好 我继续